哈喽大家好小胖欢迎收看本期的基础玩家 首先在这里还是感谢雷音音频给我们提供的产品评测 今天拿到的是来自CASTA的一个TEA的一个耳放 我刚开始拿的我以为是个秤 它这是薄的要命啊非常非常的薄 这个呢我认为是更多的跟苹果比较友好 从这个颜色两个颜色啊 从颜色还是从它的磁吸效果来说都跟苹果比较沾边 当然它可以运用到各种平台 比如说PC比如说这个安卓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看它这个上面写的更多的 其实我觉得跟苹果更沾边一些更配一些 好了里面两根线是有安卓和苹果的都是可以的 它这后面呢底下有一个3.5的耳机线 还有一个这个type-c的一个接口 也就是说接苹果接这个安卓都是没问题的 耳放哦 既都是个耳放里面是一个电池的 可以持续推耳机8个小时 在它的300欧和16欧之间 它是自动去匹配的 在16欧的时候它可以有120毫瓦的推力 在300欧的时候它有20毫瓦的推力 也就是说这个玩意儿别看它小 实际上推力还是很大的 以及还有一个蓝牙适配的功能 你手机连它它推耳机就可以了 特别适用于那些对音质有一些要求 特别是在这个出街的时候 然后想推比较大阻抗的耳机 首先声明一下这玩意儿 我认为如果你的手机是带一个套的 那么这个东西粘上去就不是特别粘合 可能你得拿着 但它有专门的套 或者是你裸奔的手机 这个苹果iPhone 那粘上去是很稳的 但是如果像一般的套粘上去就可能你得拿着 这个是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遗憾 当然也没办法 它把它做薄了 它其实也就类似于一个小尾巴的一个感觉 但是它比小尾巴更薄 小尾巴就是更小嘛 是吧 它更薄 看大家自己选择了 有人喜欢那种 有人喜欢这种 更多的选择性在这个市场 我觉得问题不大 独立的DC的解码芯片 推力也是非常够的 还有一个蓝牙 你手机放在旁边拿它贴在你的什么 或者这个直接放口袋 也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比较薄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来聊一聊它的音质 虽然只有一个3.5的口 但是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非常大的推力 这俩 它旁边有一个我觉得类似于音量按键的东西 实际上是切换下一手 下一手 下一手 哎 我的手机控制音量 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 记住把音量先关小 再连接它 再听 在蓝牙的时候 它是可以管音量的 但是如果接线的话 手机是控制音量 这个是控制上一手和下一手的 啊 你在听耳机的时候 如果有电话进来 它里面是有两个双麦克风的 可以拿来语音 对话 也是没问题的 有一些手机就不行 哎 你插上了这个耳放以后 你就得拔下来 对方才能听见你说话 这个实际上是有点鸡肋 我觉得如果小尾巴 可以改成像这个 这个一样的 就是有两个通话的 麦克风 你就不用拔下来了 这点非常好 好 聊聊音质 这个东西 推力很大 首先保证的推力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就是 出奇的 这玩意儿啊 出奇的 低频好 中频甜 是一个偏中下盘 并且听感很甜的 这么一个状态 如果你要听那种很素的 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不适合 它比较惊艳 整体推起来的声音 是比较活跃 比较有氛围感的 这么一个感觉 就类似于 我们说索尼哦 这种感觉很活跃的 很有鲜活度的 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小东西啊 你要说什么 小尾巴 它推什么交响乐 推什么HD600那样的大耳机 那个600欧的啊 那个不现实 它能完成 我们平时听的一些流行歌 或者是一些稍微有点难度的 小编队的交响乐 或者是流行歌里面 带一些交响乐的 这么一些歌曲 是任何问题都没有 而且会有一定的空间感 因为推开了 任何耳机 推开了 空间感 就会有 低频 就会够 推不开 震膜 震不开嘛 它就 整个声场就变窄了 并且 低频也削弱了 所以推得开是一方面 推开了音质 还要好 底噪 还要低 达到116dB的一个信噪比 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数据了 所以这玩意儿 因人而异 有些人喜欢小的那样好戴 有些人喜欢扁的 特别是用iPhone的用户 那如果你是裸奔 或者是你有那种磁吸套 粘上去 那就跟手机融为一体 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那样的话就很方便了 或者是你运用它的蓝牙 很多人呢 就是不喜欢用蓝牙耳机 然后就买了一个有限的 或者是说 他不想出街买一个 专门再去买一个 那他就总用他那个有限的 但是又手机推不开 那这个东西 既满足了蓝牙 又满足了推得开 的这么一个效果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拿到的这个TEA 这么一个耳放 我体验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首先它里面有电池 就能够保证 它的性造比比较高 你就能听到比较 背景比较黑的状态 因为玩音乐 更多的玩的就是电源 有独立电源的这种小尾巴 声音真的有一个质的提升 非常棒 总体知识吗 就是那种比较甜 比较鲜活 比较跳跃 低频氛围感 很好 是这么一个状态 我以为 我以为就是他 既然支持苹果 又有苹果的认证 还可以解码这个 MQA 以及DSD 解码都是没问题 但是有一些播放器 我们国内是不支持的 所以我在这我就 我就不展开说了 我觉得既然不支持 你听上去也没太大意义 是吧 你也听不了 所以他支持这些 那当然更好 你玩PC端的时候拿来听是没问题 但如果手机听 整体的氛围感 我以为会很中正 因为一般的这种小尾巴相对都是比较中正 但是他真的是给我感觉 功放做到这么跳跃的声音 这么爽的感觉 很难 这个特别适合全是流行歌 可能是因为为苹果而做吧 因为他也经过苹果的认证 所以整体的这种感觉就是偏流行 你听球心歌非常非常带感 对 给了你足够大的音量 给了你足够大的推力 给了你很好的一种 听歌的状态 这玩意儿非常不错 感谢雷音科技 寄来的这个小 小小小小尾巴 电子秤 好了 感谢大家今天的技术玩家 我是小胖 就是在我们的bilibili 新浪微博西华视频给我留言 我会及时回复大家 优酷腾讯抖音youtube 都可以搜索技术玩家 下期再见 拜拜